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我是Sanny 今天是2024年8月1号星期四 8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没想到是个开门黑 标普500指数下跌1.37% 盘中差点要击穿60日均线 但尾盘跌势有所放缓 今天的阴线实体和均线连联在一起 上有压力下有支撑 大约是在5400到5500之间形成横盘整理 是比较良性的技术整理结构 那一旦跌破60日线 那么标普指数将会向下测试半年线的支撑 支撑位是5264点 纳斯达克指数跌势凶狠 盘中接近3%的下跌幅度 属于大盘暴跌的力度 尾盘跌势缓和 收盘仍有2.3%的跌幅 2%以上可以说是大阴线 纳指随时有继续下跌的可能 下方支撑位是年线16719点 大多数板块今天是升红下跌 以至于给我的感觉就是 今天的暴跌远远大于盘中反映出来的水平 个股的跌幅其实远大于指数 半导体今天又大跌6.88% 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大跌7.2% 成为今天的领跌板块 半导体是人工智能主力板块 半导体暴跌大盘跑不掉是要回落的 关于人工智能这个板块 如果全线熄火 那么大盘失去的牛市龙头的火车头 随之见顶大跌调整都是难免的 股市盈亏同源 带大盘大涨的AI板块 也能因为自身的调整 而把大盘整个的带入深渊 那些之前没有享受到上涨乐趣的个股 在大盘下跌的时候却会跟着下跌 这对选股没有选对的投资者来说 是极为痛苦的 人工智能是从2023年初开始炒作的 目前已经是热门了一年半了 政府的监管更是走在前面 早在2020年时 欧盟就提出了人工智能法案 最近获得通过 并将于一年后生效 英伟达的老板黄仁勋 也在大笔的抛售自己家的股票 最吓人的是 7月份老黄几乎是天天卖出股票 只有两天可能是手抽筋了 没有下单 他总共套现了2.96亿美元 赚钱比卖显卡更快 公司实际控制人卖出股票 自然是有损多头士气的消息 但是市场上面的一些分析师认为 黄老板还有近百亿的股票 卖出个3亿只是毛毛雨 上一次老黄抛售股票也是卖在了半山腰 后来股票迅速翻倍 所以说黄仁勋卖股不一定是见顶的信号 只是股票走势已经相当不好 K线图显示拉高出货 下方空间有点大 白色线将上方两个一高一低的高点 所形成的头部做了一个宽定 在跌破双重顶之后 白色线变成是一条重要的阻力线 本周二英伟达大跌7个多点 星期三靠AMD的业绩利好 大局反弹12.81% 星期四再次大局下挫 这是一种反弹受到空头阻击的形态 上方白色净线构成巨大压力 股价天天大涨大跌 持股体验并不理想 8月份英伟达的财报公布之后 可能这只股要进入更长时期的震荡调整了 理由就是业绩增速将回落到两位数 不能支持股票继续大涨 今天几个经济数据反映了目前宏观经济降温 首先是初请失业金人数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达到了24.9万人 创下自2023年8月5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这之前市场的预测值是23.6万人 那么前一周的数字是23.5万人 公布的数字超过了预期 也超过了前值 这个是第一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那继续领取失业金人数呢 也是在上升到了188万人 是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另一项经济数据是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显示美国制造商的商业状况恶化 经季节性调整的美国制造业PMI 从6月的51.6降到了7月的49.6 7个月来首次跌破50大关 显示美国制造业经济健康状况略有恶化 但略高于初值的49.5 PMI是以50作为融枯线 在50以上和50以下分别表示好和不好 7月的PMI是低于50 所以就是属于经济降温的信号了 经济降温利率预期下行 马上就会反映在长期美国国债的价格表现上面 10年期的美债今天首次跌破4% 预示着长端的资金成本正在下降 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跌到了3.983% 这个是自5%以上见顶以来第一次破4 债券的收益率和债券的价格成反比 收益率下降那么债券的价格就会上涨 今天股票开门黑 但是债券却是开门涨 代表20年以上长期国债的ETF代码是TLT 之前财经博主多有推荐 这是一支能够在降期周期享受利率杠杆的ETF 目前来看风险不大 收益潜力不小 TLT是一支ETF 全部资产投入到20年以上的美国国债 因为美债信用风险非常低 信用度对债券价格的影响不大 但是97和市场利率对债券的价格影响巨大 97可以近似的理解成是债券的期限 97越长的债券对利率越敏感 市场利率下降0.25% 20年的债券价格可能要上涨3%到5% 债券价格波动是利率的10到20倍 当利率必然下降时 做多长期国债就是一个胜算比较高的选择 所以TLT最近有见底的迹象 债券ETF的风险理论上是小于股票 但是在股市持续上涨时 投资的债券的机会成本就比较高了 你把钱投到了债券 就失去了在股市博取高收益的机会 当股市开始进入大幅调整时 债券就成了资金的避风港 巴菲特有可能在二季度又卖出了苹果股票 这个答案预计本周六就可以揭晓 那就是目前有猜测 巴菲特在一季度卖出苹果13%的头寸之后 在二季度可能还在继续减持当中 不过在之前的报告中只说了 巴菲特卖出美国银行 并没有说卖出苹果 外部的猜测也只能是等报表公布之后才可以得到落实 苹果财报公布之后 股价略有反弹 但是反弹并不强劲 同时市场心态相当的脆弱 苹果的财报显示 上个季度销售恢复增长了 iPhone销售收入超过华尔街的预期 公司的季度销售收入是857.8亿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845.3亿 中国区的手机销售受到其他品牌的竞争 苹果大中华区的销售额下降了6.5% 大中华区的销售额是147.3亿美元 大中华区收入下降 主要来自人民币贬值影响和销售下降的影响 实际销量下降不到3% 本季度苹果公司公布的营收是858亿美元 季度净利润是214亿美元 也就是每股1.40美元 而去年同期的营收是818亿美元 季度的净利润是199亿美元 每股收益1.26美元 那收入和利润都是超过预期 苹果CEO库克表示 今天苹果公布了6月份季度收入的新记录 达到858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5% 在本季度 我们很高兴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宣布了我们软件平台的惊人更新 包括apple intelligence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个人智能系统 将强大的生成式AI模型植入到iPhone iPad和Mac 我们非常期待跟用户分享这些工具 我们将继续大力投资串新 丰富客户的生活 同时以推动我们工作的价值观为先导 那苹果公司还宣布每股0.25美元的季度股息 将于8月15号会支付给8月12号登记再测的股东 只可惜苹果的财报并没有超级强的亮点 对盘后的股价提振很有限 但是另一支盘后公布财报的又麻烦了 亚马逊财报公布之后 盘后的股价崩了 这个财报季的巨头财报好像都是下跌的比较多 从特斯拉谷歌到今天的亚马逊都是这样的 股票涨多了对财报的要求就比较高 稍有不如预期就会造成股价大跌 亚马逊的利润超预期 但是收入不达预期 销售收入1480亿 低于预期的1488亿 每股收益1.26美元 高于预期的1.04美元 比较大的利空是三季度指引不及预期 亚马逊预计的三季度的销售额是1540亿到1585亿 低于分析师的预测 如果没有盘后的行情 今天亚马逊在长期均线上获得了支撑 成交量放大 或许可以止跌起稳了 但是盘后一顿大跌 如果把盘后的行情也画上去 那就已经是跌破位了 亚马逊这只股是属于龙头优质个股 破位通常可以破底翻 这些科技龙头在大涨的时候 总是觉得买不到好的价格 在大跌的时候 如果能够冒险买入 有一定的概率可以超到底部 股市有的时候风平浪静 有的时候风高浪急 如果对长期行情还是觉得看好 那么大跌就是买进的机会 如果长期行情实在不佳 那不如退出来观望 就像巴菲特一样保留更多的现金 就等股灾爆发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